香港家書 今屆的立法會會期即將結束 過去四年,市民見到議事堂中議員的表現 比過去或者真的沒那麼斯文 而政務司司長也曾發出超過十封信 給主席投訴議員的行為 但又是否代表議會劣質化呢? 今早的香港家書 我們又請來立法會主席曾玉成 講下他的觀察 志文兄,最近收到你的來信 你評論我們這裡的立法會的拉布問題 你指出,現在我們少數議員 可以利用拉布的策略 成功阻撓到政府議案的通過 儘管這些議案 在議會裡面 是可以得到多數議員的支持的 那你問,香港的議會文化 是不是正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呢? 這樣發展下去 會不會令到我們的立法會 沒有法子順利運作呢? 其實這個問題在過去幾年 我也曾經多次被人問過 先不講拉布 我們這一屆的立法會 在四年前開始了 不久呢 就有議員在一個會議廳裡面 訂招了 當時是控動一時 其後呢 也都試過多次開會的時候 有議員呢 是擾亂會議的秩序 違反議事規則 在辯論期間 也有不少議員呢 用一些辱罵性的說話 來到互相指責 和以前一般人的印象 覺得在立法會辯論上面 大家紅變滔滔 以理服人的情景 好像很有分別 在會議廳裡面 也都不時有議員 展示各種的標語牌 有時呢 看起來的確 是破壞了會議廳 莊嚴的氣氛的 這些這樣的情景 過去的確是比較少見 所以 不少人都和我提過 你們的立法會 現在是不是越來越不像樣呢? 我想指出 首先呢 這個這樣的變化 如果有些人說 是議會文化正在轉變 這個變化並不是突如其來的 當然 如果你將 今天立法會裡面的情況 和譬如 30年前來比較 那個分別 是非常明顯的 在以前 當時還叫立法局 逢星期三的會議 是兩點半才開始 四點鐘之前 一起喝杯咖啡 官員和議員 互相都很客氣 但當然 在那個時間 所有的議員 都是由港督委任 而立法局的主席 也是港督兼任的 議員對於他們自己本身的職能 看法當然和今天很大的不同 其實 在80年代中 開始在當年的立法局 引入民選議員之後 會議的文化 你可以說已經開始轉變了 民選的議員 覺得自己首先的角色 是要代表市民去發聲 代表市民去監察政府 他在議會裡面的表現 首先就是要面對市民 和以前委任議員 覺得接受港督委任 是一種榮譽 在會議廳裡面 就是要配合政府的感覺 當然很大分別了 有些明顯的分別 很容易見到的 譬如議員的服飾 有改變了 譬如議員發言的時候 所用的語言 現在很少人講英文 不一定是說 議員的英文水平不好 而是大家都知道 主要的聽眾就是公眾 一定要說出來 讓一般的市民都聽得懂 當然大家就會用廣東話發言 再加上現在議員的角色 去監察政府 政府如果做了些事幹 市民是不高興的 議員就覺得他有一個責任 是代表市民提出尖刻的批評 所以在議員發言的內容 也有變化 這個變化其實在過去的十幾年裡面 已經一直一直有出現 並不是這一屆才發生的 我還想再指出 在議會裡面的這些 辯論純槍斜劍 並不代表議員工作的全部 在鏡頭的背後 其實議員是要合作 做大量的工作 譬如我們在這一屆的四年裡面 一共通過了 差不多九十項政府的法案 其中包括一些相當大爭議 譬如最低工資的法案 譬如競爭法 公司法 這些都是相當複雜 亦爭議很大的 都在議員和官員的合作之下 是順利通過 我們在這四年處理的 附屬立法一共有 一萬六千多頁 裡面也有不少 是經過一輪電論才通過的 議員是通過了 二百四十幾項政府的 財務建議 批准了二百五十多項公務工程 總開支是超過五千億的 所有這些工作 其實都佔用了議員的大量的時間 都不要說分區直選的議員 他要在他的地區 在他的選區 見市民 處理求助和投訴個案 就算功能組別選出來的議員 都要找時間接觸他的業界 為他的業界奔走 所以其實議員的工作 還是非常繁重的 如果大家覺得 這個議會的時間 在炒炒鬧鬧之中度過 其實可能是忽視了大量實際的工作 有很多人說到議會文化的時候 近年用了議會暴力的說法 我是不同意的 如果說我們這個議會 是有很多激烈的辯論 有時 間中議員在會議廳裡扔一下東西 這個大家都看到 但是 如果用暴力 來形容議會發生的事 我相信是誇張了 整體來說 我們絕大部分的會議時間 還是按照議事規則來舉行 有議員如果是刻意破壞議事規則 當然作為主席 我唯有命令他離開會議 說回最近的拉布 議會裡面的少數派 他眼見有些非常反對的政府議案 很可能在會議上得到通過 於是他就利用了議事規則 也許容許議員在某些辯論環節 可以重複發言的這個機會 多次發言 長時間發言 延長辯論的時間 令到政府的議案 沒有法子拿出來表決 有些人當然不希望看到 但是也不能將他形容為議會的暴力 不同政治取態的人 顯然會對這些做法有不同的看法 今後 我們還應不應該容許這些行為 在議會裡面發生呢 就要看整個議會 以至到我們的社會的意見 我們這個議會 是不是質素越來越差呢 是不是已經走上一個劣質化的路呢 春秋時代有所謂禮崩樂壞的說法 因為在春秋時代的中後期 很多諸侯 很多公卿大夫 越來越藐視 東周制定的典章制度 由維護原來的制度的人 眼中看起來 的確是西風日下 社會越來越不像樣了 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 正正是東周的典章制度 已經不能夠適應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 我們看看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 香港的社會、政治、經濟 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如果說今天我們的議會的運作 可以跟二、三十年前是完全一樣的 當然是不切實際 我們到底要一個怎樣的議會呢 怎樣才是一個優質的議會呢 市民是要求議員 在議會裡面發揮什麼作用呢 我們現在 香港的政治制度 還在演變當中 我相信 我們的議會文化 也都將會不斷演進 志文兄 你對其他地方的政治和社會制度 我知道也有不少認識 香港走向普選的時候 到底我們的政治文化會怎樣發展 我都希望多聽下你的意見 育成 2012年7月14日